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说毕竟月经都不来了 你说她还能怀孩子吗 肯定不可能了 对不对 是你成章的事情 女性无避孕性生活 就没做过避孕措施 十二个月没有怀孕的 就成为不孕症 男性就成为不孕 不孕症也分为原发性和计发性 这都是西医的分类了 相当于 既往从未有过认成史 无避孕 而从未认成者为原发不孕 既往有过认成史 而后无避孕 连续十二个月问认者 成为计发不孕 反正他都是不孕 而不孕我们要做的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是让他来月经 对不对 肾虚 这个肾虚你看 又和痛经必经相符合了 先天的问题 禀腹素热 肾气不足 或防劳多产 久病大惊 损伤肾气 或年于武器 冲韧耗损 坚于成运 就是说这个成运太艰难了 若肾气不足 筋不化血 则充忍虚衰 不能成运 若肾阳亏虚 命门火衰 则充忍虚寒 包公失血 致令不认 这就是公寒了 公寒你从这大部分怀孕都很难 是吧 这时候怎么办 给他做个祈求搞定了 若肾阴亏虚 天轨发源 血海空虚 包公失养 或阴虚内热 热扰虚忍 均可治不愿 这就是肾的问题 肝气欲解 肝于 肃性抑 情怀不畅 肝于气质 疏血失常 气血失恶 冲刃失调 以致不愿 这大家都很清楚了 已经对吧 我们就给他 太虫照海 给他疏肝就可以了 完了 瘀制包公 瘀呢 还是刚才说的 一个气质血瘀产 进行产后 感邪 寒您血瘀 或热灼血瘀 防势不解 邪入包公 治瘀 或者气血失恶 治瘀 以致气虚 孕血无力 治瘀 瘀制 充忍包公 包脉 以致不孕 就是这样子 这瘀众找到 瘀的我们也说过 怎么去化瘀 对吧 气质的话 干瘀气质 给它疏干 阴寒的 我们就给它温精去寒 对吧 如果要湿热了 我们给它清热化湿就行了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清热化湿怎么着 其实用的血位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弹湿内肿 就是素体肥 还是大胖子 就是说 吃得太好了 身体都是说 胖子流油了 弹湿内肾 包脉受阻 智令不孕 或脾阳不振 运化湿直 水湿下注 湿具成潭 庸致从人 不能成孕 脾阳不振 脾阳不振 低级血海扎完之后 给它做一个灸 是不是脾阳就上来了 做个气灸 能不能见脾阳 可以吧 那气血不好 给它扎个低级血海 是不是调起来 一想 越是长改低级血海 它能把气血的问题调起来 那肯定是把脾的剑韵调起来 调脾的剑 是不是把脾气上来 是不是阳气就上来了 是不是 扎低级血海 调离脾阳问题 急准就足够了 基本上 但是 它要是湿性重的话 我们可以扎阴灵权 用阴灵权 用阴灵权更好一点 这有它的特异性 我们把每个血液的特异性 搞明白 其实有的放食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不运的智泽 则总结是什么的 赵海 三阴雕 低级血海 天书官员 其实是都一样的 肾血扎什么 腹瘤 甘于气节 甘于甘气郁节症 太重内观 淤质包工 扎个血海 活下血 谈食内佐 中晚风龙 劲儿子 对吧 你想想 扎个风龙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绝对百事百灵血 给它去着谈食 是不是它症状就消除了 治了本了 就给它 这绝对方 疏转感不通 扎微包 冬岛穿重 扎微包 卵潮澡澡澡 蓝潮澡澡澡 什么原因造成的 从西医上讲 按钮 对不对 咱先说它怎么什么原因造成的 肾气不多 是不是激素分辨有问题了 对不对 我们就从这个方面给它走不就行了 对吧 我们家习惯啥 一个疗程扎十次 隔一天扎一次 但有的时候外地的人来了以后 着急我们也可能啥 就天天给他扎 像老爷子去北京中奥大学 国一堂出诊 那只能天天扎了 因为他一次就去五到七天 他不可能说一家 在那儿搭二天 隔一天来扎一次 那不行 对不对 但最好隔一天扎 因为什么呢 这个穴位扎 它有疲劳性 尤其像我们 清真慢点慢真心 对穴位的刺激量 相对来说要大一点 你要它有个恢复器 对不对 就好像说 你一个地方老掐这个人 老掐就掐着一天再掐 他没感觉了 起不到震受的效果了 是不是 双侧 双侧扎 因为双侧扎效果会更好 像我就上午说 这条头疼的我们这个老师 他来月经的时候 垫里疼 你像那个扎 就是说那个头疼的时候 我给他第一针扎太虫 扎的是左脚 扎下去之后 他马上就感觉舒服多了 好了百分之七八十 他说那把右脚也扎上 右脚也扎上 百分之二十也没有 是双侧肯定比单侧更好 崩漏 崩漏 崩漏你看什么原因引起的 崩漏一般两个原因 一个气蓄 一个肝的疏泻功能失常 对不对 那么就啥 健脾 像我刚才说那个 就是说李静 他治疗崩漏的时候 他用的方法就是啥了 拔疗血挑治 他用的好像是中疗 我记得他跟我说 挑治治疗这个崩漏 效果就挺好 但是啥 有的人啥了 用那个就是说爱揪 揪脾筋 揪太虫 揪影白 这效果都不错 它主要是啥 一个干的书写 一个痞的啥 痞气 对吧 铜血 肯定每个穴都要捻针 这百分之百的 我们扎一个穴 本来我们用的就很少 针很少 但每个穴都要起到 每个穴的效果 对不对 你不捻针的话 你是得不到气 当然了 有的人敏感一针下去 可能还没捻了 啪 他就已经有这种针感 比如说 哎呀妈了 当然你可以再轻微碾一下 你就不用需要太碾 但很多人 你真正扎下去 它是针感不到位的 我们必须通过碾针来刺激它 是不是 刺激它的经络 第一个穴位和它的经络寻衅有关 对不对 但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的时候 包括 你可能就是选穴扎的这个位置 跟下去 它解剖有时候也不是完全一样 每个人 是不是 对吧 就左面和右面都不一定一样 但我扎的 比如说咱们扎太冲 这一针扎下去 那个针感最长的能长到这个 就膝骨脖子的地方 啪一下就上去了 也有啥 只是局部放射 你要是它足三里的话 我们往什么 它就往脚背走 对不对 扎尾中 我刚才说了 上下 包括膝关节 它是啥 跟它的经络寻衅有关 对啊 你说我要扎尾中 它不可能说什么 在阳明镜地方有感觉 那不对了 是不是 有有有 因为啥呢 像我们就是说 在这个就是说 到时候我们讲这个持操的时候 我们会说 有的时候我们这一针扎下去 没感觉 我们轻轻的提起来 这年稍微变化一下 反正再扎下去 它就有感觉了 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扎针扎的多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人扎 我第一次扎这个穴 比如这个针牙下去 我不可能第二次还顺着这个针牙扎了 我是不是要旁边离开一点的 我可能旁边又旁边这边一点 或者又往那边一点 它每次针扎的位置 不是百分之百相同的 而这个穴尾 它也不可能说 就是一个针牙那么大 对不对 所以说在针刺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需要提察 稍微变化一下针刺方向 再慢慢的碾进去 来寻找这个针杆 你不可能说 每个穴下去 一扎起码就有针杆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那肯定 下面血管分布相对来说 你看穴尾 比如说足三里吧 下面是不是有血管 你可能第一次扎住 没扎住血管 第二次变化一下地方 正好碰住血管了 对不对 其实扎住出血 那是很正常的一项 不用说了啥 正常 你刚才说 我不小心扎破血管 下面毛细血管 或者什么血管扎破 没有没有很正常 我们扎针出血 这很正常的现象 正常 有时候扎了以后不出血 可是下面会出现淤斑 这也很正常的 像扎那个天树观炎 经常下面就是啥 没出来血 可是第二天树海 下面清了 或者血海 这有可能的 你说你说扎下酒 要避开所有的血管 那不可能 但是 扎太远的时候 不能扎破血管 尽量别把血管扎破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扎的时候啥了 先摸一下 摸到血管 拿这个纸痛 那样剥一下 顺着纸缝往下扎 保险一点 对不对 寸口脉了是 是吧 这个一定要小心 一般说法是啥 像我父亲习惯 就零起针的五到十分钟前 再捏一次 然后扎针 那也不一定 你看它的针感 比如它已经有针感 你还要再给它往两分钟捏 你也太摧残了 对不对 其实有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比如它有针感的时候 效果很好 但你再持续点的时候 有可能会起反效果了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大家临床遇到过没有 有吧 所以啥 我们就啥 我们必须和患者做沟通 知道吧 就是啥 手握护 手握带贵人 这是你的贵人 知道吧 这是你的事实 就把它当作自己家的人一样来对待 来 勤勤点 慢慢地捏 捏的就说 你感觉到好点 好点好点 挺好 好 勤勤往前一制针 一推就可以了 但制针不要太狠 因为制针可能 它容易把肌纤维裹进去 你到时候拔针的时候 就不好拔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啥了 就是说在起针之前 如果条件允许 你可以就是说 五到十分钟之前 再给它碾一次 也有人啥了 十分钟碾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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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个人习惯而言了 这就是 它没有个完全说 哪个对哪个错 这就是一个习惯 没有说绝对的标准 但是说啥 每个针 从头到尾一直碾 那得张多少只手了 眼睛的黄斑病变 但这个是个例 我只能说个案 这是一个 你不能说 说这个扎就必须有这个效果 这个我不敢保证 但它确实有这个效果 因为啥了 他老公姓高 是卫生部一个司的司长 当然已经退休了 老先生 所以后来第二天 我去的时候 他跟我说的 就是他老婆 就是他老伴 老爷子给碾了一次针 眼睛一下变亮了 回去测试里 变1.0了 他以前是0.1 就那个眼睛 但是你要说把这个说 黄斑病病皱扎 会有百分之百能治好 这个我可不敢说 我只是给你举一个案例 只是 我问一下 就是那个竞争的方法 就是那个眼睛 是我们进到 比如天地人 进到天眼 还是边竞争边年 边竞争边年 这个天地人三才 是陈氏针灸 就陈卡老师他们家 陈兴隆教授说的 就是说三才针法 对吧 对吧 有些老师说 这个边竞争边年 这个疼痛感会增加 不是不是 这看来的手法 你像老爷子的扎症 真的是 到有真感的时候 你才会有感觉 不是说一转一下 你就会有疼痛感 不一定的 对吧 真的不一定的 但是你要在扎的过程 碰到血管 你可能会感到比较疼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 你的手法再好 你碰到血管 应该是 尤其碰到大的血管 肯定会有疼痛感 其实这个就是看手法 像老爷子喜欢扎的时候 他就啥 撵着钉就进去了 但是啥 手上功夫的问题 像有些地方 我就不好 像有一个女同志 咔一刀 抛腹铲 真好在官员学 那个伤款比较宽 扎官员怎么扎 老爷就在那个刀疤上 就给他扎进去 你要我扎就不太好扎 老爷的产都是那种 但老爷这么扎进去 真敢照样有 因为他 我父亲从小练功 因为我们家老家平遥的 平遥那时候 不是说票号多吗 送标压标的人多 标师在我那特别多 老爷从小都标师练武 后来呢 再到后来就生了我之后 就把杨梅君老师为师 杨梅君是大院工 昆仑派大院工的掌门人 也练的大院工 大院工是国务院承认的 八种功法之一 葛恩广老师 知道葛恩广吗 他是杨梅君老师的大弟子 第一个 我爸是最后一个 他从小学习功法 而且那时候 我爸从小就对这个功 特别感兴趣 你想到时候 他给大家表演一下 他的手在北京中央大学 当时就是说 人们说练器功 到底重要不重要 北京中央大学 是那个建校 多少周年的时候 反正都是国外有人都在 老爷的手上磨的滑石粉 滑石粉是绝对不带粘的 钢被全部吸起来 一寸 就一块钱的钢被 就这两期吸 其实以前的老中医 都练功的 真的是 就比老爷子年纪 还再高两辈 一辈那种老中医 他们都是要练功的 所以就是说 以前的老爷子 就是说 为什么人家扎人效果 真的很好 包括你说 以前曹老做那个 烧山火透天凉 意气合一 我爸也为什么老讲 意气合一呢 讲的意气合一 这个气 真的很重要 其实老爷子 有时候年纪大了 养花 看有时候 比如定完穴扎的时候 可能扎偏了 他的针感照样有 那个辽宁省中医院的副院长 过来跟老爷子学习涂地 他本身说的 他就说 看着他 哎呀我真疯了 为什么 老爷子刚才那针 肯定是扎偏了 但针感还是去了 就问病人 针感怎么办 他还是到那个地方了 就有什么 就是手上的功夫 但我这个人比较懒 小时候练 那个时候练了一段时间 但实在是没有能耐心 坐不住 包括人扎针的啥 怕病人疼痛 用的针是越来越细了 最新能达到0.2 或者0.15了 对不对 但我们家用的针是0.4的 0.4毫米的针 0.4毫米 我们家用几种针 第一种是毫针 0.4 原力针是0.8的 还有就是什么 我父亲亲自自己设计的一个针 挑制针 一面是地震 一面是挑制 你看用来做什么 用来做挑制的 不用打麻药 而且有些视频上将挑制 那个伤口太大了 做的 那跟做动手术似的 像我们这只是浅层表皮 调起它的机下纤维 那个羊毛钉 待会大家可以看一下 没问题 挑制 我们家用挑制治疗什么呢 治疗肿瘤 不打麻药 就挑制 像我父亲治疗乳腺癌 就是主要是啥 靠挑制 背后的阳性反应点 挑制治疗它的乳腺癌 挑制肿瘤的话是啥了 就是你往那里做 你后面会有阳性反应点 如果找不见阳性反应点 找你的大长书就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麻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麻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麻药